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预备备起 也三次画得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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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画涂鸦鸦 大家好 我是最爱是香蕉的香蕉哥哥 欢迎光临涂鸦森 怎么样 这里很棒吧 这没有这么多垃圾 不好意思 看我这边就可以了 看我这边就可以了 怎么有打呼的声音啊 去看看 好好吃 阿乌又在偷睡觉 没关系 看我的 咕唧咕唧画一画 阿乌香蕉来涂鸦 终于醒了 香蕉哥哥 我正在梦里面吃大餐耶 我还要睡一下喔 等一下啦阿乌 你看这里怎么那么多垃圾啊 我刚刚吃了你的饼干和蛋糕 忘记收垃圾了 你吃了这么多的东西喔 没办法啊 我好饿好饿 我还可以再吃一百个汉堡喔 你有这么饿吗 有 好 阿乌 那如果你把这里收拾干净的话 我就再请你吃一个汉堡 汉堡 你要请我吃汉堡喔 没问题 我马上收拾干净喔 香蕉哥哥 你收好了 那 我的汉堡呢 你的汉堡 嗯 什么 假的吗 阿乌 放心啦 我一定会请你吃真的汉堡喔 不过啊 我想先教你啊 画一个汉堡 这样以后你肚子饿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自己画汉堡啦 你别画汉堡 你别想像吃的汉堡 我最喜欢汉堡啦 好啊 那赶快跟我们一起来 机器人涂鸦 调色盘机器人 常常出现奇怪表情的调色盘机器人 听到香蕉哥哥的指令 就会将画画在脸上 加上有列印功能 可以将图案列印出来喔 小朋友一起跟着机器人来画画吧 赶快来画汉堡囉 首先画一个长长的长方形 当成汉堡面包的底座 再画一个扁扁的长方形 当成起司 再画一个椭圆形 当成好吃的汉堡肉 还有一个长长的云朵 这是好吃的生菜 再盖上一个半圆形 画上点点 就是汉堡面包的盖子和芝麻 这样汉堡就完成了 哇 机器人也画好了耶 这个就是好吃的汉堡 好吃… 阿吴 你的汉堡怎么只有一半 一半被我吃掉了 連画图都这么爱吃 我知道你很喜欢汉堡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 也喜欢汉堡的朋友喔 是 走 我带你去认识它 走 故事涂鸦鸦 故事涂鸦鸦 好好想一下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 是有关一种动物 它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猜是什么 猪 答对了 是小猪 这一只小猪呢 它的名字就叫做阿智 阿智最喜欢吃一种东西 就是这个 是汉堡耶 阿智的妈妈知道 阿智最喜欢吃汉堡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好大好好吃的汉堡 给他喔 阿智一看到 哇 就一口 兩口 三口 四口 一下子 就把汉堡给吃光光了 这时候呢 阿智很满足地摸了自己的肚子说 好饱喔 好饱喔 你猜他怎么了 肚子疼 对 阿智突然肚子痛得起来 所以我们就听到 救护车把他载走了 所以 没怎么样了 他去看医生而已 所以阿智很生气 他决定要 这时候到了法庭 空空空 法官就说了 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呢 首先出现的是汉堡面包 我是汉堡面包 我是早上刚出炉的 谁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再看下一个 生菜 绿色的生菜 他走出来了 我是生菜 我是早上从菜园里摘起来的 很新鲜 生菜很新鲜 也不是他的问题 接下来 黄黄的 起司出来了 我 我是起司 我早上还在冰箱里面 所以也不是我的问题 他还在冰箱里 也不是他的问题 最后剩下 汉堡肉 汉堡肉走出来了 我是汉堡肉 我是煮熟的 所以也不是我的问题 都不是他们问题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到底是谁呢 有一群小朋友要告诉我们 阿智为什么会肚子痛 不过之前 我们要先来看看他们画的汉堡 小朋友好 香蕉狗哥好 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画的汉堡 我来问一下 孟谷你画的是什么汉堡 麦香鱼 麦香鱼 好好吃 定阳你画的是什么汉堡 鸡肉汉堡 给大家看一下 你画的好好吃的感觉 对啊 每个看起来都好好吃 那宇安呢 火腿的 火腿 定阳帮你说了 那我想问你们 你们觉得阿智为什么会肚子痛呢 我先问一下 你先讲 定阳先讲 他吃太快了 他吃太快了 有可能耶 孟轩 太大了 汉堡太大了 孟谷也有话要说 孟谷你觉得呢 他吃东西前面洗手 他说他吃东西前没洗手 孟安呢 因为他吃太大口 吃太大口 太大口了 好 我们看到法官依依询问他们 汉堡肉说 不是我呢 生菜说 也不是我啊 汉堡面包也说 不是我啊 还有啊 气势也是说 不是我 都不是他们 到底是谁呢 这时候 还有一个人没有被问到耶 他是谁呢 谁呢 爸 我是小细菌 是小细菌耶 阿智啊 你一定早上 在公园里面玩泥巴 就把我带到他手上呢 带到他手上去了 然后阿智就吃了汉堡 小细菌在手上 不小心 就把小细菌吃到肚子里面了 结果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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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痛 嗯 结果原来是小细菌 于是法官就说 胖胖 把他抓起来 哦 原来阿智忘了做一件事情 小朋友 你们知道阿智在吃漢堡 之前忘记做什么事吗 洗手 所以啊 谁躲在上面呢 细菌 你们有看过细菌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很小 小到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阿智就从嘴巴吃到肚子里 然后就会肚子痛咯 所以小朋友 下一次我们记得 在吃东西之前 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洗手 答对了 香蕉哥哥 你朋友来找你咯 哇 我有个瘦瘦 高高畅畅畅畅的朋友来了 你们看 粉笔小字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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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let's go 大家一起过来 头白白 脚白白 粉笔小字 全身都是白白 我的功夫就是很会很会画图 还会一种非常炫的舞步 粉笔小字 粉笔小字 现在就是我的我的表演时间 Yeah 红红苹果 红红苹果 大口咬一口 长长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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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say hello 为何为何 我的苹果 会有毛毛虫 我真的真的搞不懂 真的搞不懂 原来想吃苹果 还要洗手跟洗苹果 吃了苹果才会健康 肚子不痛痛 快走开 快走开 各位我要赶快赶快走开 头大大 眼呆呆 反差先生看着就像他呆 他的优点就是很爱很爱干净 会一种非常炫的舞 反差来了 反差来了 先生我要我要向你说 拜拜 烏鸦小侦探 5 4 3 2 1 大家好 我是侦探主播 阿舞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世界名画是 蒙娜绿莎的微笑 作者的名字呢 叫做达文西 这幅画真的很有名喔 主播主播 你看最新消息啊 我看看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哇 不得了了耶 各位观众 你手上呢 现在有一张 比蒙娜绿莎的微笑 更棒的图画 叫做阿舞的微笑 我忍不住一喔 哭 哭 哭哭哭哭哭哭哭 什么 不是真的 太好了 不好意思 可以走了 不好意思 刚刚得到最新消息 R5的微笑现在已经出现假的 到底真的R5的微笑 跟假的R5的微笑 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我们让大家近一点看清楚了 看到了没 再看仔细一点哦 哪里是假的呢 我看到了哦 我不能告诉你哦 但是你可以上youtv的网站 或传真到02-2369-9776 写好姓名 电话 地址 著名涂鸦森林收 答对的人呢 就可以参加抽奖哦 我们的奖品很丰富哦 主播 奖品来了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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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annabis 今天的涂鸦小侗侨退 为您报道到这里 赶快把答案 económ来抽奖哦 不好意思 謝謝 趕快來看看我們今天的 塗鴉小畫家到底是誰呢 大家好 我就是孟軒 我今年八歲 八歲 孟軒今天要帶來的畫是什麼呢 麥當老師 那誰來當妳的畫布 媽媽 媽媽喔 媽媽 我來問一下媽媽 媽媽平常夢軒在家裡喜歡畫畫嗎 喜歡啊 喜歡 她最喜歡畫什麼 她都畫她跟妹妹啊 就是一起生活啊 畫了她們自己的生活 夢軒好厲害喔 妳剛剛有跟我說妳很會怎麼樣 畫畫 她很會畫畫耶 那今天要把媽媽變成 畫她的畫 趕快來看一下夢軒的表現囉 小畫家夢軒把媽媽當成畫布 今天要畫的是她最喜歡的人物 不知道等一下畫得像不像呢 首先她把媽媽的臉塗得白白的 哇 看起來好好吃的樣子耶 然後鼻子變紅紅的 到底畫出來會不會很像呢 我們趕快一起來期待 今天夢軒的表現 對了 今天塗鴉森林 也來了一位好朋友 要教我們畫畫喔 那我們趕快一起去看看吧 GO 嗨 塗鴉森林的大朋友小朋友你們好 我是楊丞琳姐姐 今天姐姐要教你們什麼呢 我要教你們一筆畫天鵝 我們先畫一個三 代表天鵝的翅膀 然後呢她屁股有尖尖的 然後感覺肥肥的 接下來要畫她的脖子 嘴巴 然後再畫細細的 因為天鵝很修長有沒有 然後我們畫嘴巴把它塗黑 還有天鵝要有大大的眼睛 這樣子感覺很單調對不對 天鵝在哪裡游泳 在湖裡游泳 所以我們要畫湖水 好漂亮喔 還有什麼 太陽公公 哇 我真不敢相信一筆可以畫天鵝呢 還有什麼 旁邊有雲 你看天鵝好開心喔 小朋友 你們學會了嗎 完成了 小朋友 你學會一筆畫天鵝了嗎 楊晨琳姐姐教的你 一定要多多練習喔 那我們歡迎麥當勞叔叔 像不像 像 真的喔 妳怎麼會想要畫它 我奶奶幫我想的 哇 她這一次畫畫還動員奶奶的力量 請奶奶把它發揮創意 那今天媽媽當成妳的畫布啊 而且妳畫得真的徐徐無聲耶 媽媽妳可以假裝喝一下飲料嗎 妳的左邊有一罐飲料 喝一下 對 然後 好清涼喔 媽媽妳真的很厲害耶 那今天 爸爸為什麼在哪裡 怎麼了 妳說手什麼 髒髒的啦 都是蠟筆 都是蠟筆 沒關係喔 小朋友我們畫畫的時候 有時候會髒掉 沒關係 去洗一洗就好了 但是我們要先謝謝媽媽對不對 好 站起來請媽媽一下 1 2 3 好可愛的畫喔 那希望呢 孟宣以後呢 一定要繼續的畫畫畫 畫出更好的作品好不好 好 好 而且妳鼻子也紅紅變 麥當勞小叔叔了 好 那我們跟小朋友說拜拜囉 拜拜 拜拜 再喝一口吧 好 好棒喔 好 悄悄畫 我是倫倫 我六歲 我畫的是冰淇淋 冰淇淋在哪裡 可不可以指給我們看 那妳最喜歡吃什麼口味的冰淇淋 是草莓口味還有巧克力口味 在哪裡 那裡 真的 為什麼喜歡冰淇淋 因為我覺得冰淇淋很好吃 那妳有吃過烏龜口味的冰淇淋嗎 那怎麼會有綠色的冰淇淋 因為我要塗顏色 所以就選綠色很漂亮 那妳有常吃冰淇淋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爸爸說我不喜歡吃冰淇淋 為什麼 我只能少吃而已 為什麼爸爸不讓妳吃 因為 因為我生病還沒好快好了 好了就可以每天吃了對不對 不行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爸爸 爸爸 爸爸說我要多喝開水 不行 不行 不行多吃冰淇淋 我還要吃藥 那希望妳找玉湯附好不好 早點好奇 我只剩下一包藥 再吃完就可以吃冰淇淋了 那妳幫自己拍手好了 謝謝 好